时隔三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重返中国,落户上海。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性赛事与成长中的全球电竞之都上海彼此成就。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职业体育赛事按下了暂停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的成功举办难度可想而知。 10月29日晚间,赛事负责人在S10决赛前发布会上表示, 从前期的准备工作到安全防疫工作都得到了上海诸多帮助。 今年可能全球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大型赛事, 要感谢所有人,感谢上海,感谢中国,感谢大家的支持。 据介绍,最终除了越南VCS赛区,来自中国大陆LPL, 韩国LCK,欧洲LEC,北美LCS,独链体LCL, 巴西CBLOL,东南亚PCS,拉丁美洲LLA, 土耳其TCL,大洋洲OPL,日本LJL, 这是一个赛区的22支队伍均入期参赛。 面对中国已超1000亿元人民币的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和预计将突破4亿人次的中国电竞用户, 疫情之下的S10激情在生成花样蔓延。 仅开放现场观赛资格的最终冠亚军决赛, 自10月12日12点开放申请至10月14日, 共受到预约登记320亿万人次, 而最终观赛资格摇号数量仅为6312个, 举办S40总决赛的上海浦东足球场原计划于2021年建成交付。 上海市政府为配合全球总决赛能够完美落地, 克服重重困难,将于2020年10月31日完成其首秀。 据悉,上海浦东足球场在建设过程中就已经融入了多项高新技术, 比如BRM技术、无人机实景扫描、AR增强现实技术、 智慧工地等概念,是中国最先进的体育场馆之一。 和体育行业不只需要运动员一样, 伴随着上海电竞赛事的加速发展, 正规划、商业化趋势日益成熟, 产业链上愈发需要专业人才支撑。 这也意味着除职业选手外, 裁判、数据分析师、幕后OB、解说、 俱乐部管理层、赛事主办方等从事电竞相关工作的电竞产业都急需发展。 上海为疫情之下的S10不只带来了副赛, 也带来了关注度的辅足和提升。 正如拳头游戏首席执行官尼克洛·劳伦特所说, 上海或许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电竞之都。 实在实际上, 集合一起去看一看的比賽的比賽